好了 聊完这么多呢 要进入到实作的部分啊 实作的话呢 等一下 马玉呢 会跟我一起就是 演示刚刚她讲到 就是教授当时有带她练的一些基本的 就是关于在阴沉上面之间的那个感觉 对不对 会做一些基本练习 然后还有就是演奏一首 你干嘛要自己讲那么紧张 就是要先请大家包含 这我们的马玉非常的专业 但我才刚是这样 刚学习 别这样说不要说 但是基于呢 我一直在频道提倡 就是我觉得你今天想做一件事情呢 那你就是去做 持续的做 它就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成果出来 所以我今天就是作为一个示范的例子 就是关于吹奏上的就是状态呢 大家就编小力一点 好 那就请大家慢慢的看下去 我们等一下的试作咯 现在呢就要进入到 刚刚前面讲的这个阴沉的练习 对不对 我们要先来练习哪一个部分 我们会先练习就是最初 刚开始学巴洛克场景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吹 先练习场音 对就是完全不要任何的抖音 就是专注在那个声音的 吹气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你们一般来说会练 就是所有的调都会练吗 就是所有的调都会练吗 四声四降是不是 我们最多就是到四声 然后五声 五声 都很少 但是就是最多就大概 常用的就是四声 对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吹的曲子呢 是B小调 对 所以我们会练D大调跟B小调 对我们可以先练一个 D大调的长音的音阶 OK就是一个八度好了 就是感受一下每个音色跟就是音程之间的句 OK那我们现在要怎么 我要怎么 我要吹什么 我们先调音 先调音 再次 所以这个譬如说 音的话也是这样B 也是可以放滑上 嗯嗯 就可以这样是 就一样是调 微调 我们可以再次 好 imizext 做音乐 并 Ihre 邃就是 下立克 そう 嗯 好 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好喔 就是其實阿巴洛克場景它其實 因為構造的關係它其實 並不是一個一定要吹很大聲的樂器 所以其實每一個音它 就是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會 試著去找到每個聲音 最好聽的位置 所以就像每個音其實它 不是一樣大聲的 例如我們剛剛吹到的咪 它就是 無法吹大聲的聲音 因為它就是 比較暗一點的聲音 所以如果你吹很大聲的話 想要 送很多氣的話呢 其實它聲音是不好聽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練習就是要去找到 那個氣 那個音適合的 氣量跟音色跟 對好聽的聲音 懂 好的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三度音程練習 好 好那三度音程練習呢 主要就是說我會吹一個 re長音 然後呢人間貓 它會吹三度音像是 re far me so far la 這樣上去 然後就是會 找到這個好聽 中間這個找到兩個 直接和諧的這種 音程的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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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有沒有很難 不容易耶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喔 對就是會 就是會從一個 因為我們其實是會根據 泛音列去聽這個音準 對 所以其實會 剛剛大家可能會發現就是 三度音聲發或是 la 對 就是會從一個 跟我們平常 如果大家習慣了平均率 平均率的話 其實耳朵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習慣的 嗯 蠻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就會練習 從這個 每一個調性上 然後去 找到 從這個練習上去找到每個調性上 它 正確 應該是說 對 它的正確的距離 每一個音程跟它的 泛音的關係 好 因為畢竟每一個樂器 它之所以有不同的音色 那是因為它泛音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對 如果說當然兩支長笛其實是很容易的 可是如果說你跟別的不同樂器一起的話 其實也是需要真的很互相聽的 嗯 才會有和諧的那個聲音 好的 那所以我們要再一次嗎 我們再一次然後 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再試一次 然後只要 Ray for now 就好了 先找到這個 先感覺一下 我們先互相聽一下 好 我們可以再找一下五度音的感覺 我們可以再找一下五度音的感覺 就先 剛剛五度音聽起來有點寬 有點寬 對 所以再感覺一下 好 好 好 現在我們交換 現在你吹Ray for now 好的 然後現在我吹Ray for now 好 好 所以再一次 剛剛我調了很多次 所以其實我們會 也是一樣 像現在常常應該有這個技巧 就是去找那個 先調高調低 然後再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OK 所以其實 其實可以先 就是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然後再去聽聽看 這樣有嗎 好像中間那個不錯 中間有一度會有一個很 很Pure的聲音 就是那個嗎 對就是那個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要找到那個 Pure的 的那個聲音 OK好 這樣我懂了 好現在呢 人間胞會吹Ray長音 然後我會吹三度音 好 對 就是會在這個找到一個和諧的感覺 所以其實每一個調性都要這樣練習 喔 OK 然後再練習第二個八度 所以剛剛那樣子 你有覺得很不一樣嗎 就是練習三度音 五度音練習 不過這很難用言語形容耶 對 就是你真的聽到的時候就知道耶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形容 對啊 念音準這個東西真的 還是要實際上具力 要聽 好 那我們現在進展到 B角料 好 那我是所謂洗Ray 對 所以要注意的是Ray 跟聲發這個聲發的五度音的距離 好 我們可以先吹一個三度音 就是我吹C 然後你吹C Ray 聲發先找到這三度跟 三度音 這個好難喔 對 對 所以你中間有沒有聽到有一個 嗯 就一個C的那個泛音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要找到那個 那個聲音就是對的位置 所以如果說太高的話 它其實那個中間那個音就是不準 其實聽得到 對 我們再我們再吃一吃 聲發 一起來發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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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不動發耶 我是不是還沒準 還沒 還沒對不對 嗯嗯嗯嗯嗯嗯 還在搶 那我們交談一下 好 我聽到 我聽到 我有聽到 這就是要找到那個好聽的聲音 所以你就知道你準了 對對對 好 那一樣東西 交換 有一度 所以 真難 對啊 所以其實它很 它很難練 然後聲發其實就是因為 剛剛你感覺到就是你要很高嘛 對 所以其實聲發它就是 因為它是喜瑞發的五度 所以它其實會 要找到一個純五度 其實就是 嗯 需要一點時間 對 好啦也覺得慢慢的 對 對 比較那個 所以低小調聲發一定要 一定要準 它就會要吹高 我要昏倒了 等一下還得掉 大家繼續看得去吧 哈哈哈 天啊 好我們要不要吹一下 三度音練 你先練我們一起吹好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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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下一次也是取掉 收 哈哈哈哈 顺便收 啊 秘密要上次 对 另外一种练习就是 刚刚我们的练习是低音是吹C嘛 对 然后另外一种练习就是你可以想像说你现在吹C RE DO MI 各分别是在哪一个和弦上的什么音 就例如 例如我们吹C 你先吹C RE DO MI RE FA MI SO 好 好 所以我刚刚变成一开始是B小调嘛 对 对 对 现在我们是CNF小调 CNF 怎么说是B小调的鼠和弦 所以是声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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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声道就是 瞬间和弦的意思啦 就瞬间和弦的意思啦 就瞬间和弦的意思啦 역 常 activity 我锻定会 chord 哦 手要开高 手要踩高 因为动影 越听到那么 然後这个是ch 七音 好 B D 对 對,然後C B小調 對,那是Ni Soshi的方法 KING SO SHIT 再低一點 然後再繼續 哇這個要怎麼走 這個要升到 升到 低一點 對 不要聽到我聲發 哇再一次 對所以我的升到 是這個發 對我的升到又很高 然後你的聲來要低 所以我們才會聽到中間的聲發 哇 對然後升到 然後這個很高很高 再加 我是不是也是要聽到一個 升發 嗯 升發的聲音歌 再加 這個就是這個 對 哈哈哈哈 所以我 所以我教授就是慢慢陪我這樣練下來 哇 這要很有耐心耶 對 可是聽到的時候就會覺得 對 就是那個聲音 然後就會記得 那個感覺 對那個感覺 希望我等一下可以勝任耶 這個 可以的 這實在是太嗨啦 對 那是太嗨啦 對 那是太嗨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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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